因输掉游戏被罚在节目中脱光内衣 上半身仅靠一块浴巾做遮挡 面对旁边男生打亮的眼光 陈乔恩也丝毫不尴尬 现在女明星都这么开放了吗 决定主持冒险骑兵节目时 陈乔恩就告诉自己 一定要成为最受关注的女主持 这次他们来到了澳门赌场 主持人要和嘉宾对赌21点 而赌注居然是脱衣服 陈乔恩一路输到只剩内衣 男嘉宾丝毫不顾他的求饶 硬要他接受惩罚 甚至还挑衅他 你快点要不然我来帮你 陈乔恩逼不得已 只好脱下内衣放在托盘上 结果男嘉宾还嘲笑他内衣劣质 不过应付这种尴尬场面 陈乔恩早就驾情就熟 他淡定的拿回衣服穿好 面色如常的继续录制 而他在节目中能这样开放 其实都是经纪公司要求 早在2005年 陈乔恩就凭借王子变青蛙爆红 但就在他想走演戏这条路时 公司却为了捧新人 让他继续去做谐星主持 陈乔恩当然不愿意 如果现在不继续演戏 那积累的观众员 马上就要消失殆尽 甚至还可能因为邪性的形象 再难接到合适的角色 公司见他名玩不灵 直接下通知雪藏 他连续一年 陈乔恩没有接到任何通告 只能一边打着联工赚生活费 一边自己琢磨演技 直到最后无奈向公司妥协 他才能再次出现在大众视野里 成为了观众眼中放荡诚信的女主持 然而这些都还不算什么 接下来要说的这件事 才是真正令人感到三观尽悔 这大概是陈乔恩最想删除的视频了 视频中的他满大街的寻找激活 一边找还一边大声嚷嚷 说自小就爱吃这些东西 街边的保安都被他说的不好意思了 2002年入圈一年的陈乔恩 在公司的安排下 成为了中国那么大旅游节目的主持人 那时他自称小红恩 在探索北京街头美食时 他手拿烤肉串 先是对着镜头大声喊了一句 小红恩我有练稿情节 在路上逮着一个路人 就问哪里有卖基佛 把路人都震惊了 后来他连街边站着的保安都没放过 拉着保安的手就说 大哥我要找 把小保安弄得尴尬极了 小红恩一番解释 保安才知道他要找基佛 赶紧给他指了条名路 把他赶走了 节目中的大胆言情 在当时并没有引起太大轰动 反而是他在内地走红后 才被人以黑料的名义传播开来 黑子们不会关心 录制这个节目需要多大勇气 据说当年节目组先找了张韶涵 张朝韩却只录了硬气就跑路 但那时的陈乔恩 作为一个新人 根本没有拒绝的权利 而网友们看到视频后 对他也只有谩骂 说他这么开放 完全没有女神形象 难怪40岁了还没人要 一时间陈乔恩被骂得体无完肤 然而被人频繁骂成热搜的陈乔恩 虽然表面上硬气回应 说自己要做单身独立女性 结果转身就看上了一个超级富二代 在一档恋爱综艺节目中 陈乔恩被安排与男嘉宾共进晚餐 起初女方的表情还有些微妙 但在参观完男嘉宾的豪宅后 就立刻转变了态度 这个男嘉宾叫艾伦 马来西亚人 陈乔恩在节目中 曾多次直言对艾伦不心动 甚至因为艾伦没打招呼 就来探班 还直接给他黑脸 然而就在众人以为两人没信实 他却在节目结束后 跟艾伦官宣恋情了 据网友观察 陈乔恩其实在去马来西亚 参观完艾伦的大豪宅后 就已经有了恋爱的倾向 难道说女神就是看上了他的家境 网友一番身疤 发现在马来西亚当地 人们都叫艾伦超级小开 也就是超级富二代 他名下有三座庄园 连私人直升飞机都有 家境确实不一般 但同时网友还有一些惊人发现 他所在的长春公司 是一家传销公司 而传销在我国是违法的 公司来路不正不说 他的私生活也十分混乱 因此上关注的都是一些辣妹 就在他跟乔恩恋情曝光后 有一名经常跟他互动的女人 还发文暗讽他到处撩妹 然而艾伦面对外界质疑 却说这些女生都是自己朋友 刚管舞女郎是会计 卖情去内衣的女孩是律师 兼职内衣模特 总之所有的暧昧女性 他都能给人安上了一个正经帽子 而陈乔恩居然也不怀疑 还坚定地站在男友身边 把一众忙着垂渣男的粉丝们 衬托得活像的跳梁小丑 许多粉丝认为自家女神恋爱脑 直接宣布脱粉 而陈乔恩非但不解释 反而还deaf粉丝 说他们多管闲事 要小鱼说陈乔恩已经42岁了 不是24岁 怎么可能被骗 而且出道这么多年 他的身家也不是一般人能比的哦 前男友霍建华孩子都有了 他谈个恋爱 怎么说都不过分吧 小伙伴们 你们说呢